好 我们现在讲一个网球的准备活动 好多人都愿意做准备活动 网球场很贵 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花个20分钟去做准备活动 贵得要死 替我这么多年之经验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去做网球的准备活动 我觉得特别好 好像说做这个动作 到这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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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持腿弯 腿一定要弯着 我的膝盖不好弯不下来 然后这样子其实做不了几个 做个20个两组 大概花个两三分钟 你看脚踝对吧 节奏 控制 力量 平衡 平衡 腰 这些东西 其实都考虑到了 然后基本上心跳也上来了 呼吸都上来了 其实挺好 就这条线 这条线到这条线 都一起去做 走 走 哎呀 控制不住 要把肩 算起来 算起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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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弯一点 只要下去 可能下 今天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原则 是什么 脚落地不能有声音 像猫一样 脚落地不能有声音 小天 可以了 休息结束 多长时间 大概一两分钟 呼吸 心跳 肌肉的热度 协调性 什么时候 就全上来了 然后开始慢慢打就行了 就这样 谢谢大家